冰面突然破碎 大壮掉入湖底 他的伙伴并没有发现男孩的失踪 第二天一只手破冰而出 大壮奇迹复活了 颤颤巍巍地走到火锅旁取暖 只见男孩脸上结了一层冰霜 没意会火焰的能量被男子吸收 当他离开时 火队已然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块 男孩来到医务室 以为自己感冒了 一直发冷 可当他量体温时 温度计却显示只有三十度 笑意以为是体温近坏了 于是摸了摸大壮的额头 大壮把手贴上去汲取热量 身体立马恢复了正常 等他走出门后 来到三人面前 搭讪起了美女 然而一旁的克拉克疑惑地看着他 这明明是春天 为什么大壮还穿着冬天的衣服 还冷得瑟瑟发抖 可这时的大壮 身体在急速降温 他这时急需热量维持生命 于是来到女友家 然而这时女孩在洗澡 他慢慢靠近 拉开玉帘 这时的大壮脸上发紫 还借有冰块 他的手放在喷头上汲取热量 然后慢慢逼近自己的女友 大壮向前慢慢逼近 一把抓住女友的肩膀 只见女孩身体开始发紫 可当大壮吻向女孩 身体逐渐结冰 女孩的热量已然被完全吸收 大壮一放手 女孩就犹如玻璃炸裂开来 大壮缓缓向大厅走去 身旁的蜡烛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冻成了冰块 但这也维持不了多久 不一会就冷得全身发紫 大壮滑开一根火柴取暖 可火柴瞬间就结成了冰块 于是大壮只能爱个给好友打电话 想要约出一个好友汲取热量 可是大壮的人缘太差 竟然没有一个人理他 无奈的大壮想起了白天搭讪的女孩 女孩本身就对大壮有好感 今天大壮打电话约他 女孩兴奋不已 于是约定了第二天在游泳池见面 大壮来到游泳池 反锁门窗 只见大壮冷得瑟瑟发抖 满脸冰霜 他缓缓向女孩靠近 女孩吓得跌入泳池 向对岸游去 只见大壮对着游泳池 肆意汲取热量 池水掩耳不及迅雷之势 快速结冰 女孩刚爬上岸边 可一只脚却被冻住 大壮缓缓向着女孩走去 这时女孩的哥哥及时赶到 一拳打穿冰链 就吓了女孩 可以眨眼的公主 大壮就不见了踪影 大壮来到发电站门口 一把抓住锁头 只见锁头犹如碎冰冰一样 一捏就碎 大壮双手拿着电线 肆意汲取热量 可现在的热量 已然满足不了他 大壮来到马路 拦下了克拉克的汽车 可就在这时 大壮一把抓住克拉克的手臂 肆意汲取着超人的能量 没一会克拉克倒下 大壮也暂时恢复了正常 他看向远方的发光体 缓缓走去 大壮来到发电机面前 左手摸着发电机 吸收着热量 没一会 发电机就结成了冰块 女孩拿着手电筒出门查看 来到发电机面前 只见早已结了厚厚的一层冰 这时大壮缓缓向着女孩走来 就在这时 克拉克也开始粗醒 手上的冰块自动脱落 他喘着粗气醒了过来 飞速地来到女孩身边 只见超人一棍 把大壮打飞 当超人赶来 早已不见大壮身影 可就在这时 大壮竟然偷袭 然后肆意汲取超人的热量 关键时刻 克拉克看向湖面 然后用力一推 大壮高高飞起 跌入湖底 湖面顺速结冰 大壮就这样被冰冻在了湖底 可十年后 好了 我是胡说八道 今天的解说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见